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公园中央的池塘周围总是围绕着许多学生和年轻人 儿童和家长 不论看书 闲聊或是野餐 小气都充满了闲情获利 现在我们看到的公园是经过扩建及整修 加上适度的维护才有如此依人闲暇的风貌 从而成为巴黎祖岸人士溜达万跑的最爱 尤其到了春天的时候 更是生机黯然 美丽如画 现在这里也是法国参议院和卢森堡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下一集我们就会专门去卢森堡博物馆参观一下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